大家好,我是DiDi 好介绍的内容等等 最后他们的第一本色情杂志成功面试 他们等着派发货车的出门 一般热血沸腾的创业者一直追随着货车 直到货车把他们第一期的杂志拍到一个路边摊 他们坐在大排档看着路边摊守候着 连看自己的杂志一本一本的被卖光 他们真的很高兴 他们想把最后一本的第一期杂志给买下来 可惜老板不肯 还说这本书以后再卖出去的话一定会很值钱 他们没多说立刻在那本杂志上签名 可惜出版社的老板赖账不愿意给钱 他们决定不再求别人打算自己出钱出杂志 很快的他们的杂志很受欢迎 妓女出钱请他们来帮忙打广告 黑色尾老袋也出钱请他们来帮自己的妓院写评语 有一天一名嫖客发现货不对版啊 所以他们的杂志就接到了投诉 古天乐就去找那名妓女波波理论了 古天乐来到不是时候因为有劫匪在家 他和波波绑在了一起 最后两人一起把绳子解开 波波很爽害的就和古天乐来了一炮 波波承认是自己的错 每次转过了的时候就会叫姐妹出来顶替自己 真的很没有职业道德 古天乐没怪他还帮他在杂志上澄清平息了事件 生意也好了起来 这一次陈映逊喝酒的时候认识到了天悲不醉的小琪 小琪某天也来到了公司等他去吃饭 当他躺在按摩椅的时候 他也舒服了 他已经叫了起来 令古天乐忍不住立刻抓他来 炮 可惜啊他突然晕掉了 这时古天乐才发现小琪有了绝症 他很怕女友采而知道 所以就偷偷的回家喷香水 盖掉自己的女人味 他逃过一劫没被女友发现 而陈映逊在工作期间也认识到了小琪 小琪生意不好 所以希望他能够帮忙宣传一下 他问小琪的拿手绝技是什么 他说是冰火吹棒 他试了后很爽啊 小琪生意也好了起来 还搞到自己的嘴巴抽筋看医生呢 为了报答陈映逊 他很快的就送一炮给了陈映逊 某天晚上他女友小思也来了一炮 小思觉得很奇怪 就觉得他的功夫进步了很多 他打给彩儿亲属 还问他的古天乐 有没有什么出轨的行为 彩儿叫他别胡思乱想 哎呀隔天小琪来了古天乐的家找他 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古天乐被制他偷吃 这样他就离开了古天乐 谁有古天乐变得很暴躁 还有陈映逊闹翻 陈映逊离职加入了之前那个出版社 他们两人斗得你死我活 再次的SPA场 他们两人再次的相遇 在黑色味的老大的教唆下 他们来了一场one on one打架 古天乐不小心打了陈映逊一拳 拳出了不能输回啊 两人反目成仇 古天乐很后悔 去找波波亲属 波波说 你们两人是兄弟 有些东西不用讲都明白的 他知道你是没意的 然后他便拿起了一本杂志给他 原来是想当初出版的第一期杂志 还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在那 这时古天乐想起当时一起创业的快乐时光 某天警察对色情出版社 进行大量的搜查和逮捕 陈映逊不幸的被逮捕了 古天乐立刻回去公司叫所有员工立刻离开 因为警察就快要杀到来了 他等了很久 警方没有来啊 他打给了李休贤警官 他说你们要抓就来吧 我正在等着你们啊 警官说 他抓的人全部都是黑色为勾当洗黑钱而引起的 他没抓古天乐因为他没有啊 古天乐很快的去找了出版社的老板 老板说出版人的名是陈映逊 当然是他收拉 根本与他无关一直来仗 古天乐很火 吵了一下子就离开了 他找了律师保释陈映逊出来 陈映逊深表感性还问到 还记得那时候出第一期的色情杂志时 我们是在哪里吗 他们去别同一家大排档灿谈 直到通宵打蛋 就这样两人的冤恨得到化解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真正的兄弟是没有仇恨的 兄弟有今生没来世 有时我们应该要忍让 事情就不会搞到那么糟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请大家按赞和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